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人口成长 家家户户都有车 停车的空间也越来越少 因此 县政府团队非常重视停车问题的改善 请动成 地下两层的地下停车场 以及地上的复合式运动场 总工程的经费将近6.77亿元 原本在地下停车场的上方是一个简易型运动场 伴随着这整个地下停车场的动工 在我们教育部的支持之下 在我们教育部的支持之下 我们也规划成为一个地上复合式运动场 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克服了学校端 学校也全力的来协助配合 因为这个是属于一个提供社会大众运动的场域 所以学校端在将来的委管方面 也跟县政府这边多次的来协调 最后也顺利的来有一个好的结果 同样的在地下停车场的部分 这253位的停车场将来完成之后 也能够有效的来缓解周边停车的一个 目前不足的一个状况 未来将期待此项工程和目前正在规划的 马山港结合 期许借由完善交通基础建设 为金沙引进更多的人流金流带动地方繁荣